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神的话 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 是让大家知道 当初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 我们今天讲的以色列 怎么现在传到全世界了 那么《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 它一开始从亚洲怎么样传到欧洲 那么我们知道 以色列这个地方是算作亚洲 大家晓得吗 算是亚洲 当我们说 以色列在中东吗 那是以东方西方的观念来看 假如是以亚洲欧洲的观念来看的话 那么以色列是属于西亚 亚洲的西亚 那么西亚再往这边走的话 往右手边走的话 就是怎么样 中亚 中亚再往右边走的话 就东亚 就到了我们中国了 所以我们是以亚洲的观念来看 那么圣经那个时候 是以亚洲的观念来看 所以讲亚西亚 亚西亚 指的就是怎么样 从这个爱情海分开来以后 这边就怎么样 都亚洲了 小亚西亚 然后西亚 然后中亚 然后东亚 再过去东北亚等等 好 那么我们就看到 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样从亚洲 这个跨过了爱情好 到这个欧洲 今天我们就看这一段 里面有许多让我们现代信徒 看起来觉得非常感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引言 使徒保罗经过上帝的引领 把福音从亚洲跨海带向了欧洲 并在菲利比第一个城市 菲利比建立的第一间教会 这个过程中的艰难困恶 可是也产生美好的见证 那这两样远超过我们今天 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 我们今天的文明社会很难想象 那个时候很野蛮的一些事情 刚才我们还读的 只读了一部分 后面我们就会发现 当时的这个艰难 值得我们再三的深思 那么第一个我们就讲到 会去欧洲之远 是怎么样 来自马其顿的一个呼声 好 我们看 怎么样来自马其顿的呼声 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 他们经过各程把耶路撒冷 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 交给门徒遵守 他们是谁啊 保罗 巴拉巴这些人 把从耶路撒冷带来的 交给各教会外邦 在以色列之外各教会遵守 什么意思呢 因为那个时候啊 这个 这个 犹太基督徒啊 犹太基督徒啊 他们在耶路撒冷啊 这个 本来人越多越多 到了在一万多 那么后来上帝让逼迫来到 逼迫来到 这些犹太基督徒呢 就释散 释散就把福音带到各处 那么有些人也很热心 不过他们传的福音呢 不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 因为他们福音的内容 夹杂了太多什么 犹太人传统的背景 各位你相不相信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传福音 你会把中国人的一些东西 也夹到这个福音里面 很难免的 这里面东西很多是好多东西 有些也不是的啊 我就看过一篇讲章 这篇讲章 是这个在台湾的一个教会 那个长老讲到 就讲了孝道 这孝道是对的 没有错 那本圣经也讲孝道 可是他把孝道延伸出来 后面的内容 我看来就不大好了 他说什么叫孝道 他说你们做年轻的 你们要孝心父母的 这个都对 所以你的钱 你的薪水 要通通交给父母 然后父母收了以后 然后再来怎么样 分给你们 看你们有生活需要 分给你们 当然能这样做 也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这个跟福音怎么样 没有关系了 如果有的人没有这样做 你不能说他不是一个好基督族 他不懂孝道 你了解吗 所以传的时候 会把你一些传统的东西 或者你家乡那些传统东西 你认为好的东西 跟福音怎么样 绑在一起传了 那么犹太人也是一样 那么犹太 他们把犹太的很多传统 都怎么样 都加到福音里面去传了 就后来保罗巴拉巴呢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 他们第一次步道完了 回到耶路撒冷以后 他就觉得问题严重 后来耶路撒冷开会 开会了以后 就说那些东西 不要让外邦人遵守了 我们犹太人自己愿意遵守就算了 外邦的基督徒 不用遵守这个 犹太基督徒 你愿意继续遵守 是传统吗 很好 可是不要把带到外邦人去 犹太人 那个传统很多的 比如哪些东西不能吃 那些坚决禁止不能吃的 还有比如说 犹太人基本上 他们在一起吃饭 不跟这个外国人一起吃饭 因为外国人吃的东西脏 外国人卫生习惯 也不好 因为犹太人的卫生习惯 是非常严格的 你如果读旧约圣经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 这些犹太基督徒很热心 就把很多犹太人的传统 都带成 变成福音的一部分 所以后来保罗跟巴拉巴 他们就把耶路撒的使徒 和张老所定的条规 交给门徒遵守 这样就简单了 知道吗 他的条规就是把那些都去除掉 最后只剩四条 就这四条请大家遵守 其他通过都不要了 那么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也天天加增 那么然后 上帝就有他的旨意了 圣灵就禁止他们 我们刚刚读的是没有 不要在亚西亚 亚西亚就是Asia 我们现在叫亚洲 各位这一块就是怎么样 我们今天的土耳其 那么那边那个 那个红色那一块呢 就是东欧 东欧欧洲了 所以中间那个海叫什么 爱琴海 所以在爱琴海这边 我们整个叫亚西亚 那么圣灵说 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 因为亚西亚已经该讲的地方 都认为已经讲过了 然后呢 他们就不在亚西亚 然后他们就什么 想到比特尼去 就越过怎么样 弗里加 越过加拿大 要到比西尼去 那么上帝又不准 主的灵又不准 所以他们就越过美西亚 下到一个地方 叫特罗亚 在这个地方 那天晚上 在特罗亚 保罗呢 就在梦里面呢 看到一个异象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马其顿的呼声 那么这个特罗亚 各位知道什么地方吗 有的地方不翻特罗亚 翻到特罗伊 有没有 在这个之前发生过一个故事 叫木马屠城记 有没有 就是这个地方 好 那么 保罗那天晚上 在跟他的同工 在特罗亚那天晚上 他就一个梦 梦里面就梦到 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看下一页 在夜间有异象 献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 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 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随即 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 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就是 保罗在梦里面 看到一个马其顿人 向他这个显现出来 跟他讲 请你过来 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那么这就是 历史上 新约开始的一个 很著名的宣教的异象 叫做马其顿异象 有人叫做马其顿呼声 这都可以 那么 这个马其顿人是谁呢 不知道 也没有说是保罗的朋友 什么都没有说 反正保罗梦里面 就知道这是个马其顿人 他要我过去 那他觉得很清楚 上帝要借着这个异梦 这个异象 让他过去马其顿去 那么 于是我们看下一页 好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直到沙摩特拉 隔天到了尼亚波利 我们看特罗亚在这边 开船有没有 沙摩特拉是一个海岛 这个岛呢 再过去呢 就到达尼亚波利 到尼亚波利 这整个地方都是什么样 马其顿 我们看马其顿 整个地方是马其顿 然后马其顿下面这个叫亚盖亚 那马其顿那时候很大的 很大的一块马其顿 现在马其顿没有那么大了 现在马其顿像这边这些城市 都属于今天的希腊 都属于希腊 你说我要坐飞机去马其顿 那就给你载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说我要去马其顿的 这个菲利比 现在菲利比不属于马其顿的 属于希腊了 马其顿的范围现在比较缩小了 好 我们看啊 到了尼亚波利 那么所以马其顿的教会 圣经里面讲马其顿的教会 基本上这三个教会 菲利比教会 天上罗尼教会 比利亚教会 哥林多教会在这里 这算什么亚盖亚了 所以马其顿就是这三个教会 好 那么 我们再看下一页 尼亚波利 这个海岸 保罗从这边上岸的 这一次我们旅行团 两个月前去的 我们就是从尼亚波利开始看起 看到这是从上往下看的 这个登岸的地方 大概就是小船 木船可以 因为它这个地方 不具备有那个什么 大海港的这个条件 那么怎么上来的呢 各位看 这边有没有 这边有什么 有楼梯 我们看下一页 然后这样子 一路这样怎么样 走上来 这当年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土石之路 这是现在铺的水泥路 就这样上来 上来之后 然后怎么样 然后他们步行 或者顶多坐个牛车马车 然后到达什么 到达菲利比 尼亚波利 最接近的地方 就是菲利比 我们回到上面一个图去看好吗 再上个 好 我们看这里 尼亚波利旁边有没有 菲利比看到没有 所以在走路过去 走路到菲利比去 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地方 在尼亚波利这边上岸以后 感谢主啊 尼亚波利是保罗登岸的地方 所以后代的基督徒 在那边也建了一个 我怎么称呼它 就叫排坊 一个排坊的东西 我们看看那个排坊 这个排坊就这个 保罗登陆尼亚波利纪念排坊 你看得出来这个 这个纪念排坊画些什么东西啊 它是什么 意象 这是怎么样 马其顿的意象 他在这边晚上看到意象 意象有个什么 有个马其顿人 说你过来 所以他就坐船 怎么样 就到了 所以就在这边设了这个 那我们也去了 我们连天也在这边看这个 这里面看不看 这个人 站在这边看 这个人谁啊 应该就是我 我判断一下 应该是我 因为是背影 好 那么这是尼亚波利 然后他们就从尼亚波利 就走过去 各位 我到那个现场 就看到 在海岸看说 哇 那两千年前 就这样艰难的环境上来 不是海港 不是客伦 就这样子 那种传福音那种passion 那样的热忱 真是我们现代人很难想象的 那么到了 然后他们就走路 可能是我牛车马车顶多 然后就到了什么 到了菲利比 我们看下一 到菲利比建立第一间教会 第一批信徒中 几乎都是妇女 我没有看到哪一个弟兄 没有 我们看这边的记载 从那里来到菲利比 就是从尼亚波利来到菲利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 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 所以罗马有驻军在那个地方 驻防城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 十三节 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 住了几天吗 有打听吗 听说那里有一个河边 河边有一群人在那边祷告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名叫吕迪亚 是推压推压城的人 素来敬拜神 一群人在一起祷告 又素来敬拜神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信仰 应该是属于犹太教的信仰 所以犹太教的信仰呢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 要么就是他是犹太人 如果不是犹太人 可能就是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 就这两种可能 那么保罗就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保罗怎么样 就去这个河边 去这个河边 然后请注意 他已经 素来已经知道敬拜神 只是那个时候 犹太人都知道敬拜神 可是不知道神 差遣了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 到成为什么 肉身来到身上 这个都不知道 所以保罗他们去 向犹太人传什么 不要跟他讲 传那个什么 创造宇宙外邦 这个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这样 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 就这件事情 那么所以感谢主啊 就是这个 保罗就过去跟他们讲道 我们看下一页 那么这个 呃 吕里亚听见了 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 便求我们说 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士主的 请到我家里来住 求我们 写死图行传的是谁啊 陆家 所以陆家跟他一起 所以说 你们如果真的认为 我们是真信的 不是忽悠你们的 不是不好意思给你们面子的 我们是真信的 那请到我们家来 我们来接待你们 因为呢 圣经里面也讲到一个 这个信徒的接待 这个接待很重要 就是说你爱心来接待 远人远方来的人 那么从这个 陆迪亚开始就是这样 他真心信了 看到这么多人 这么这些人 这么辛苦 这么不容易 跨海过来 然后来什么 就是传这个福音 那个小朋友 约束他一下 因为他这样会影响后面的人 现在他们分开来做好了 好 那么我们看 所以这是一幅画 就讲到这个 李迪亚非常的好客 好客 你看他就接待这些使徒 和他的同工们 那么这个李迪亚的这个名字很好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取名叫李迪亚 那么英文叫李迪亚 所以你们看来有不少人取名叫李迪亚 就是这个李迪亚 那么感谢主 那么这是第一批保罗 后来离开一口建立教会 这第一批信徒 看到没有 从头到尾没有见到某个弟兄 几乎都是姐妹 一群妇女在河边怎么样 祷告 如果是有男的话就这样 一群什么 一群人在那边祷告 他一群妇女在那边祷告 所以保罗一看 嗯 这些人怎么样 这个在那边祷告 这个人素来敬拜神 所以保罗就有这样的愿望 先向自己的同胞甩 有没有 对不对 跟他把基督讲清楚 所以感谢上帝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实际去了 在一个河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到了这个河 到现在水还是很清幽的 还是很清幽的 然后在旁边盖了这么个地方 然后这一块呢 是干什么呢 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 在这边可以怎么样 受洗 可以在这边撕洗 撕洗 那么那天我们在这边 我在这边给大家分享 你们可以看到哪些人呢 这个人也很明显 一看就知道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呢 这边有一个小台子 这个台子就是 如果人不多的话 在这边可以分领圣餐 那天我们没有在这里分领圣餐 我们大家分享一段经文 那么 其他的图片里有什么 有这样的人 你看这边也做一些人 这边先在这边怎么样 分领圣餐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非常 有感恩的心 就在这样的河流 现在还保存得很好 水还非常的干净 非常清幽 在那边受洗 直接下水 也不用担心 上来以后 会不会什么身体发痒 什么的 一直流水的 一直流水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感谢上帝 那么我们也去了那个地方 好 保罗在他们家住了几天 几个同工 住了几天 住了几天 然后我们不能只能休息几天 然后我们还要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看第二批会友 第二批是怎么样会友 我们看下一页 第二批信徒是狱卒的亲友 就是他们被关到监牢里了 后来监牢里管他们的这些狱卒 这有一位狱卒 他后来信主了 那这个经过我们看 一开始 他们保罗和他的同工 遭遇到污蔑 鞭打跟羞辱 我们看这段记载 后来我们住着 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不是河边的祷告的地方 再去 看有没有别人在那边祷告 我们再去 有一个死女迎着面来 她被污鬼所赋 用法术 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 所以这后面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利益集团 因为她被污鬼赋 会搞一些法术 就用她怎么样来赚钱 他跟随保罗和我们 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十八节 他一年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死女的主人们 见得力的指望 没有了 没有办法再从这个 可怜的女人身上 再榨取利益了 便揪住保罗和希腊 拉他们到寺上去见首领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竟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 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拨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间里 嘱咐禁足严禁看守 禁足领了这样的命令 就把他们下在了内间里 两脚上了墓口 我们看看这一段记载 这些人是陷害他 保罗本身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他当然知道 他所讲的福音 并没有违反罗马任何的法律 而他讲的福音 正好是当时罗马社会所需要的 保罗讲的福音 是人悔改归信耶稣基督 活出圣洁的生活 因为当初在罗马社会 因为富裕嘛 物质条件好嘛 所以其实社会风气是很差的 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很随便的 那么甚至呢 这个同性恋在罗马社会那个时代 也是最猖狂的 所以保罗的福音传过去的时候 很多人 甚至罗马人本身 他们都觉得 在保罗福音还没有传过去之前 他们看到犹太人社区 犹太人社区基本上规规矩矩的 就这方面没有随便乱来的 所以光犹太教这样子 很多罗马人就归信了 所以圣经把他们叫做什么 虔诚人 就把叫做归信犹太教的人 都叫虔诚人 那保罗去传的福音也是强调这个 只是说一般人要苦苦遵守比较困难 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你 让你生命改变 更容易走这个正确的道路 所以对当时罗马社会是最需要的 那么可是呢 这些人因为得力的指望没有了 所以就污蔑他们 说传什么我们不可听不可收的规矩 讲这些 然后污蔑他们 告到官长呢 官长就当场打 打得一身是伤 还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 还两脚上了木狗 好 这是保罗第二批信徒怎么产生的 这个过程 一开始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 怎么样呢 我们看下一页 两脚上了木狗 手上也有脚料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神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了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上帝行神机 你说上帝为什么行神机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这里有个原因什么 浑身四伤的状况下 半夜保罗跟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 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师范大学 台湾的台北师范大学 他们有一个团契 他们组了师班 去做乡村步道队 就那次他们唱完了以后 回来以后 没有人信主 就他们就很伤心 就哭了 然后哭了还不说 后来也就没有兴趣再去了 保罗到现在为止 就说他做一件好事 还被打得怎么样 浑身四伤 然后居然半夜 还唱诗赞美上帝 请问你这样子祷告 上帝会听还是不会听 当然要听 所以当然要听 上帝拯救还是不拯救 当然拯救 在这种情况当然拯救 当然有人讲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也许在神学上 有点争议 说这样子的祷告 浑身四伤 这样子的赞美祷告 是摇翰上帝宝座的祷告 这句话神学上可能有点争议 就是我们再做任何事情 也不可能摇翰上帝的宝座 那么可是这是个形容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学学保罗和希腊 你看他里面的热忱有没有 交不习有没有 打得浑身四伤 手铐脚料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唱诗赞美上帝 而且是两个人 两个人代表什么样 同心合意 唱诗赞美上帝 要很可能 希腊说保罗你唱好了 我实在唱不出口了 到这种情况下也没办法了 你唱我听不好了 可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 唱诗赞美上帝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觉得 当然我想上帝也有他的旨意 要在这样的情况下 上帝要拯救玉族一家人 那么可是我们看到 上帝要拯救玉族一家人 他必须通过什么样 管道 通过器皿 保罗希腊是这样的器皿 无论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不埋怨 我反而唱诗赞美上帝 上帝一定有你的美意 一定有你的美意 好 那么 于是上帝行神迹 地大震动 地大震动 然后这个也崩坏了 那个也崩坏了 可是两个人没受伤 所以这是神迹 上帝行的神迹 好 我们看下一页 禁足一醒 看见了尖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因为那个时候 罗马的法律也是很严的 你是禁足 如果囚犯逃掉的话 你要负责 你负责就是死刑 那他一想 他压力太大 与其去被判死刑 不如我自己怎么样 自己来解决自己 那么保罗大声喊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 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的 俯伏在保罗希腊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说 二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来 请 他们就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这边你说 拿个灯来 怎么拿个火把来 原文的意思是 拿个量来进来 拿个量来可以是灯也 你把它翻到灯也 把它翻到火把也可以 那么 我们看 保罗跟希腊没有向他传福音 没有领他信主 没有做所有的该 我们现在觉得该做的事情 我这边给他标题是守法自律 他们在里面的规规矩矩 我在里面也不闹也不干什么 也不在里面喊冤 也不哭也不好 我唱诗在美上帝 那么这样子的行为怎么样 而且我们再看 监狱这样子的状况 他们已经没有守靠角了 他们也不逃 在我们一般人家 你逃是对的 因为官你就是不对的 当然可以逃 可是他们没有逃 他们觉得不要因为我们逃了 来怎么样 害了这个狱卒 为什么 因为保罗是知道罗马法律的 他是懂这个 他是罗马公民 所以守法自律 我这边给他提到感人归主 他不是领人归主 感人归主 所以这个人一进来一看 他太感动了 他也知道他们是怎么被抓进来的 因为抓进来说他是狱卒 当然知道外面人讲些什么话 原来他们来这边是传一个宗教的 传一个耶稣基督的 所以他太感动了 发现这两个人没有跑 浑身四章 半夜还唱诗 他在外面大概也听到他们唱诗 结果一阵震动完了 捐鱼门都开掉了 他以为跑掉 结果没有跑 太感动了 这样的人不可能是罪人 这样的人所传的福音 所传的信仰 一定是真的信仰 所以他不是领人归主 这个地方是感人归主 保罗还没讲 是他自己说的 我要怎样才可以得救 他们来是传疆得救的道理 那我现在想知道 他们传的得救道理是怎么样 结果保罗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我们后面很多人都知道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感谢主啊 这就是整个的发展 那我们看下一页 他们就把祖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他应该就住在附近 当天夜里就在那时候 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口 他和属他的人历史都受了情 他和属他的人表示他的亲人 他的家人 我估计不会超过十个 一个狱族 也没多少钱 大概 大概 我自己估计啊 六七口不得了了 还有可能他有没有部下 可能有一两个部下 因为我们去过现场 那个监狱不大 不大 所以也没有很多的人 可是就和这些属他的人 历史都受了洗 三十四节 于是禁足领他们 上自己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所以我们刚刚讲那句话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所以这边讲的这个禁足 和属他的人 我估计啊 可能就是他们一家人 属他的人 应该就是一家人 可能没有部下 没有其他人 那么 这就是禁足 那么他和他一家 那个时候请注意是家长制 所以禁足信了主 很容易让全家怎么样 也都信了主 今天这个时代可能不一样了 所以这句话只是 劝勉你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那么很多人后来就 就觉得这句话不灵光 那么当然时代有点差异 可是另外也是勉励你 你就好好的怎么样 继续的不断的祷告 不断的做见证 当初我们家里 我父母是最难信主的 可是感谢主 我为他们祷告了几十年 到了后来他们 八十多岁的时候信主 现在九十多岁 他们现在信主也快十年了 到现在还在 感谢主还在坚持着信仰 那么我父亲虽然头脑已经不太清楚了 可是我母亲还每天 带着他一起 祷告 吃饭的时候 我母亲就说 老托 祷告 我爸爸就祷告 那么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母亲也跪在床边 为我父亲的健康祷告 感谢上帝 就是怎么样 恒心 所以你说当时那个狱卒 保罗讲了这句话 那狱卒他们一家人当天就 就通通信主了 怎么我们家怎么搞这么久啊 那时代不太一样啊 那个时候命令 爸爸信主了 爸爸知道这个是好的 那么下一代怎么样 也相信爸爸 在那个社会氛围下 也听爸爸的 所以这节经文 讲的是保罗是针对这个例子讲的 也可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告诉我们 可能像今天这个时代 情况不一样 比较难 可是这句话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效的 所以他们都很喜乐 都很喜乐 那么然后 我们看后面的发展 保罗行事为人光明磊落 我们怎么看他光明磊落 到了天亮 官长打发差异来 说释放那两个人吧 因为本来就没有罪嘛 靖竹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 官长打发人来 叫释放你们 如今可以出奸 平平安安的去吧 靖竹好心的告诉他们 可是保罗没有领情啊 保罗说说我们是罗马人 我是罗马公民啊 并没有被定罪 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我们 又把我们下在尖里 现在要私下连我们出去吗 糊涂关打糊涂百姓吗 打完了走了走了 保罗说这个不可以的 这是不行的 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 你看 做人光明磊落 我没有罪就是没有罪 然后你是一个官员 你领政府的心想 你不可以这样胡来 所以呢 38节 蔡毅把这个话回禀官长 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 领他们出来 请他们离开那城 我们看这个话也画得很有意思 你看这两个 怎么样 还在拜拜 祝福你 不是说啊 放了我们赶快走吧 离开这个是非地 离开这个伤心地 不是的 保罗觉得他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 当然他不是跟一群流氓来讲道理 跟流氓讲道理讲不通 他这是个公务员 罗马的一个公务员 那么你既然是公务员 你应该知道这个规定 你为什么不执行 所以我现在正宗告诉你 你错了 各位这是2000年前的罗马 我看今天这个时代里还有很多地方还不如2000年前的罗马 好我们看看保罗当时被关的地方 我们看就这样石洞在这里面 当年关押保罗跟希腊的监狱 旁边是一个指示牌 那么上面flak就是监狱的意思 后面apastoloi polo 就是这边讲的使徒保罗 不过英文翻译圣保罗 所以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保罗过来监狱 真的是不大 剩下一些残疾 哪怕怪石头都不敢随便乱挪走 这是当初非礼比城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监狱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然后保罗他们两人出了监狼 往吕迪亚家里去 因为吕迪亚是他们带领姓主的姐妹 见到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 那么就是然后所有姓主的 包括狱族和狱族家里的人 那么可能吕迪亚家里也有一些男性 可能自己的哥哥或者先生等等 那么这总共加起来 然后保罗就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 各位 这就是整个菲利比教会的成员 就这两批 保罗后来离开了 然后这个菲利比教会就是这两批人 所以第一批人怎么样 几乎都是妇女 第二批呢也就是禁族 对不起 玉族啊 玉族我们中文叫牢头 就不过他的一家人 或者顶多有他一两个部下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 这就是菲利比教会的基本会有 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社会名流 也没有看到什么当代的精英分子 没有 很普通的普罗大众 这就是菲利比教会 可是菲利比教会 却活出许多许多的美德 我们看菲利比教会是怎么样的美德 我们看下一位 刚才我们读的经读到了 菲利比的教会 在极穷的时候 仍然乐见不落人后 我们看看 这是保罗写信给格林多教会 用菲利比教会 用马其顿教会的例子 来劝勉这个格林多教会 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马其顿众教我刚刚讲的 菲利比教会 天撒罗尼教会 还有什么比利亚教会 他说我把马其顿众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 受大试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这是保罗讲给格林多教会 我可以证明 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不是按着力量 是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再三的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 有份 遇到饥荒 可能情况比耶路撒冷好一点 他们到底是在整个罗马帝国里 那么 不让他们 所以你们差不多就行了 可是他们怎么样 再三的求 我们起码比他们还好一点 他们没饭吃 我们起码我们吃的不好 可是还是有东西可以吃嘛 大概是这个意思 再三的求 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各位 我就想到 这个我们中国教会 我们中国教会一直 从历史以来 一直都在接受西方援助 所以我们到现在奉献还站不起来 当初贫穷的教会 马上就站起来了 这是保罗讲的例子 不是没有钱就不奉献 所以有一次 我听一个华侨牧师 这个薛玉光牧师 薛玉光牧师 我是非常佩服他的 菲律宾华侨 抗战的时候跑回去怎么样 当兵 打日本人 抗战战争完了 回来以后 他再回到他的 桥局的家乡 他后来做了传道人 薛牧师他讲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 他说中国教会啊 不是没有钱而不奉献 中国教会是因为不奉献 所以没有钱 大家听懂这话吗 所以我们看看 保罗讲这个 马其顿的教会 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 他们乐缺的后恩 今天我们教会有穷了吗 当然有 有没有极穷的人啊 没有 在澳大利亚不可能极穷 所以马其顿教会 里面有一个 菲利比教会 这个菲利比教会 就活出这样的美德 所以我想到菲利比教会 活出这样的美德 可以给我们弟兄姐妹 大家来好好的反思一下 我看到有位 成润堂牧师啊 他把奉献了 他把它归类出三个类型 一个叫碎石 打火石 就要敲打 敲打并出火花 他就有火花出来 不打呢 就没火花 这是第一种啊 第二种是海绵 你要又压又挤 它就流出来 可是挤到一个地步 它就不再出了 因为它在海上 没有东西可流了 第三个叫风房 风房是什么 它不断地流出 它不断地流出 你不需要去挤它 时候到了怎么样 它就流出来了 又香又甜 各位我们可以想 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奉献 是属于碎石 还是海绵 还是风房呢 菲利比教会 是风房式的奉献 在后来保罗离开以后 在其他地方宣教的时候 菲利比教会 是最支持他的 我们可以看后面的记载 好 我们看下一页 菲利比的教会 在逼迫患难中 仍然蛮有喜乐 所以保罗写给菲利比教会的 这封书信叫做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里保罗这样讲的 我们一起读 来 请 我以你们的信心 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焦垫在旗上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四章四节来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菲利比教会就是个喜乐的教会 保罗也常常用 在写信当中也用喜乐 来劝勉他们 他们也确实是一个 活出喜乐的生命 前面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有没有讲说 他们在怎么样 在骑穷的时候 仍然有什么 乐捐的后患 有没有 在逼迫当中 仍然有什么样 大快乐 有没有 所以菲利比教会 在逼迫患难中 仍然蛮有喜乐 第三个特点 菲利比教会从第一天起 就跟保罗同行 所以保罗出去宣教 那么菲利比教会是他 所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 东欧 第一间教会 而这个教会就在他后面的宣教行程 常常支援他 所以第一天 他们就跟保罗同行 我们一起来读来 请 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 至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 同心合意 跟谁同心 跟我保罗同心 那么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 写菲利比书的这封信的时候 教会 菲利比教会 大概成立了12年 成立12年 然后保罗 在这个 同心合意这个字 英文翻译是 partnership 就你们就是我的伴侣 就是我的同伴 我传福音士工的同伴 就是 好像我们一起在打这场 福音的仗 所以 这是 菲利比教会 在患难中建立的教会 我们再看第四 差人照顾供应使徒的需求 我们看 保罗那时候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 所以在监狱里面 保罗提到一个人叫以巴伏迪 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伏迪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 与我一同做工 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拆遣的 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请注意啊 以巴伏迪是他们从菲利比教 拆派一个人到监狱去怎么样 去服侍保罗 因为保罗那时候 年纪也大了 也一生是病 所以去服侍他 这个是以巴伏迪 所以 那么保罗就觉得以巴伏迪后来生病了 所以保罗说 我赶快把这以巴伏迪怎么样 派回去 让你们不要太思念他 我们看二十六节 他也他很想念你们 并且极其难过 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他实在是病了 几乎要死 然而神连续他 不但连续他 也连续我 免得我忧上加油 所以我们看 以巴伏迪 是菲利比教会拆派他 那个时候拆派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坐飞机一下子到了 那时候拆派也是怎么样 也是走这个旱路 然后坐水路 到了罗马 我们知道菲利比到罗马之间 还差得很远的距离 到那边干什么 到监狱里去 去干什么 去服侍保罗 而且供应保罗的需要 带一些奉献过去 这是菲利比教会 我们再看 菲利比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看下一节 一起读来 请 菲利比人啊 你们也知道 我出传福音 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论到寿寿的事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就是我在贴萨罗尼加 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 供给我的需要 保罗在贴萨罗尼加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他离开菲利比 下个地方就到了贴萨罗尼加 然后在贴萨罗尼加遭遇到怎么样 很大的逼迫 那一次在贴萨罗尼加 差点把命都送掉了 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面 教会建立还没有多久啊 可是呢 菲利比教会怎么样 就供应他 一次两次的派人 把保罗的这个传道 所需要的生活费啊 所需要的费用送过去 这是菲利比教会 而菲利比教会 在什么样情况下建立的 我们都知道 一开始就是一群姐妹 后来就是狱卒他们一家人 这种普普通通这两批人 这两批人 也都是 就李迪亚 也不过就是一个小生意人 卖紫色布匹 那个时候没有开公司 那么我们再看 狱卒也不过就是小公务员 感谢 感谢主啊 这批人怎么样 被福音兴起 他们珍惜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福音 所以这是保罗到了欧洲 我们讲东欧 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 菲利比教会 就这两批会友 我们常常想到 以前我们在台湾 教会的时候 常常想到 哎呀 这个经济 如果王永庆是我们的会友就好了 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说 哪一个教会 他们非常的富裕 因为他们教会有个大财主 圣经从来不是教导这样子 好 最后我们看点结论 菲利比教会在艰难中成立的时候 只是些极其频繁的信众 但在依然艰难的后续十日里 却活出感恩喜乐 慷慨助人 同心宣教 关爱神仆等等美德 今日信徒 我们也应该羡慕善功 并且效法先贤